再来这起争议判决也掀起讨论 这是台北市市邻区日前有一名刮车怪客 他专门拿着尖锐物四处犯案 两名被害车主就调阅监视器 找到疑似罗姓嫌犯动手 他原本一度坦诚他有刮车也愿意赔偿 不过听到要花6万元的维修费用 随后又改口说这个车不是他刮的 法官进一步审理是看了监视器 认为其实并没有看出男子行精 这辆车的旁边又拿出尖锐物 因此一审是判这一名罗姓男子无罪 但这个说辞却让被害车主完全无法接受 大半夜男子不走人行道偏偏要走在马路上 经过继承车后继续朝前一台白色冰室靠近 仔细看他手紧贴着轿车 疑似沿路这样刮花别人爱车 刚好还没去洗澡 车身上好几条明显刮痕 都是台北市市邻区这名刮车 怪客惹的祸 他经常半夜出没四处乱刮车 当地住户深受其害 被割了啊 还有那个轮胎整个都破掉啊 都给你割破掉啊 有两名被害车主合力掉月监视器 终于逮到动手的罗姓男子 疑似拿着尖锐物沿路刮车 他当下坦诚犯案也承诺赔偿 不过一听到光是一辆冰室车 口气费只有六万元 又马上改口说不赔了 回损案闹进法院 罗姓男子更坚称自己没刮车 一开始误以为合罪犯案 想说花少钱了事才会谈和解 法官看了监视器也认为 看不出来男子经过车辆时 有拿尖锐物一审判决无罪 这个蛮瞎的啊 已经有录影带了 还没有罪的 那到底什么才会有罪的 车子被刮是事实 罗姓男子也的确有经过 但却因为无法辨识 他手上有没有拿尖锐物 直到现在车主都还要不到 一毛钱的维修费只能再上诉讨公道 谢谢大家 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